嘻嘻 嘻嘻 這是什麼來的呢? 拍照的朋友應該不會陌生 這個牌子 就是Cloud Size 我沒有特意說 其實我是入了一部5D Mark IV 那部5D Mark IV 反正買了一個5D Mark IV 那是不是應該買一支鏡給它 用一下呢? 新機、新鏡 就買了一支Cloud Size的Panner 85 1.4 那為什麼會買這支鏡呢? 其實是一個情意結 因為我從前用這個D78 Nicorn D78的時候 是買過這支鏡 而覺得那個成像都不錯 只不過後來因為 第一放了D78 還有就覺得 始終手動鏡不夠快 就放了那支ZF-mount的Cloud Size 那今天既然買了一個 5D Mark IV 咦?那部5D Mark IV呢? 那部5D Mark IV正在拍片 因為拍片太漂亮了 所以現在正在拍片 那就拍不到 我給大家一塊鏡給大家 你幹嘛走開? 那部5D Mark IV在這裡 對了,那部5D Mark IV在這裡 那給大家看看這支 那個質感啊 那個... Focus Ring 都是很舒服的一支鏡 那它有一個 金屬的遮光罩 還有一支 質感很好的鏡 很特別的 它那個位置呢 是銀色的 很漂亮的 一看就知道是Cloud Size 拿出來很有型的 它那個成像呢 很特別的 銀色跟其他鏡是很不同的 不過呢 這支ZE Mount 就跟ZF Mount 最大的分別呢 就是ZF Mount 可以 手動光圈 那這支呢 就不行的 我自己覺得 它... 因為它的光圈呢 是1.4最大 但是我又覺得85 真的開不到1.4 其實開4啊 開到5.6都還可以 你用得這支鏡呢 就跟我平時那個 用Auto Focus 那些鏡的習慣 完全不同了 真的 擺定了姿勢 就要慢慢 我想大概是 給我多5到10秒的時間 就去 領焦焦焦焦 那放下去 5D Mark IV 那裡用的時候呢 其實你按半下 然後領焦 一中呢 就會嗶嗶兩聲 那你就可以 按個快門了 那其實都算方便 那當然不夠Auto Focus 那麼方便 那所以呢 用得這支鏡呢 就是 比較叫碳拍照 就不是 就不是打仗的 就不是插插插的 那些是 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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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拍的 那所以如果你 你有閒情日志的 你才好這樣 弄一支手動鏡 叫做 玩一下 如果讓我再出去 拍照啊 拍寫真啊 要做事呢 我就未必會帶它了 那所以呢 就 放回到盒裡 還有 放回到防潮箱先 鏡頭一轉呢 已經來到兩三個星期之後了 那為什麼要補拍呢 是因為我覺得 只是說那支 CALSIZE的 85 1.4 不是很夠內容的 而剛好呢 又給我搬到一支 全新的Canon 85 1.4L鏡 那當然要試一下 因為其實呢 我就 看了這支鏡很久 期待了它很久 因為 CALSIZE 85 1.2 就是 每個人都叫我用師傅 用CALSIZE 85 1.2 但我始終覺得 那支鏡頭太大 太笨重了 就是我這些 有時候 單手拿相機拍照的人 拿著那支 這麼大支鏡頭 是有點吃不消的 所以 它出了一支 85 1.4L 對我來說是很吸引的 當然另外也有人問 你不是用Sigma嗎 為什麼你不用Sigma呢 同一個答案 Sigma那支 85 1.4L 都是非常笨重 和大支 82mm Filter 暫時 對於我來說 77mm Filter 已經是最盡的 口徑 否則 我真的覺得 太大支 我不太接受 那麼 防手震有什麼好呢 因為85 這個叫做 已經是到Terry的範圍 你如果 那個手震 那個幅度 去到85的時候 已經擴大了 所以這個防手震 是非常之有用的 就是你有時候 拍Y照的時候 鏡子Y 24、35那些 手震沒有那麼降 但是85一震 就很降 是很需要防手震 在功能上 我覺得 加了這東西 是很窩心的 我自己覺得 就不算很重 甚至 輕過一支 35 輕過一支 短過一支 還有鏡片 一看下去 都很通透 它面子那塊 它最面子那塊 我差點以為 咦 為什麼沒有鏡片 最前那塊 我還砸了下去 第一次 不好意思 CANON 我還不停摸一摸 究竟有個鏡片 還是側面是 側面是好像 凹了進去 原來不是 最面子那塊 是因為非常之通透 那當然馬上拿去試影 那上次找了女師傅 這次也找回女師傅 因為 免得換了Model 會有這個Model 先缺的問題 所以找回女師傅試 機動性 對焦 快慢 等等 這個就沒得談 也是很快的 那個Stabilizer 起碼我開了之後 我是沒有試過手震 當然我平時來講 都不是很手震 我之前用開的那支 是85.8 其實我覺得那支都已經幾好用了 不過色淡了一點 沒有震 對焦快 機動性方面 是完全沒有投訴的 但是很老實 它的顏色來講 我不知道我自己看慣了 Sigma Art的顏色 還是怎樣 我自己覺得它的顏色 不是 我暫時未教到 我理想的顏色 就是我暫時用它 在5D Mark 4上 未教到一個 理想顏色 不知道假以示 可不可以教到 暫時就未教到 不過 如果 你好像我一樣 覺得G85 1.2L 是比較笨重一點 這支都不妨一試 不過 好像 那條街都沒什麼貨 因為CANON告訴我 年尾 不知道年尾 是趕收爐還是什麼 它的生產量 不是太多 所以派街也不是太多 如果你們有幸 可以落到一些相機店 看到的 就不妨拿上手 感受一下 試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 最後想來想去想不到 這支 151.2L 就是151.2L